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了我们桥梁 它的类别 桥梁 它的组成以及构成和相关的专业名词 以及对于桥梁工程 模板工程 支架工程 混凝土工程 预应力体系 以及防水等等 都是在第一幕当中所涉及到的内容 那么到这儿呢 全部给大家已经讲完了 那么上一节课呢 除了把第一幕结束之后呢 还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的第二幕 便是桥梁的下部结构 那么它呢 是包含了我们的桥墩 桥台以及墩台基础的 像桥墩 如果要是在跨河桥梁当中去施工时 施工桥墩时 我们要有一个施工作业平台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需要通过维研来提供我们施工作业平台 那么这里面的维研呢 包含了土维研 土袋维研 木装竹条土维研 竹梨土维研 以及我们的这种钢套筒 钢套箱维研 双臂钢维研 混凝土板装 以及钢板装维研 这些呢 都是已经讲解过的啊 简单回顾一下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的装机的施工方法以及设备选择了 那么上一节课呢 已经把我们的本个考点当中的第一个支点已经给大家解决完了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要延续着我们这个考点继续来展开啊 来讲解 那除此之外呢 还会给大家来讲第三个考点 便是撞孔灌土装施工过程当中啊 有可能产生的一些事故 以及相对应用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和措施 这个点呢 非常愿意考阿利菲西提 那么所以呢 要求本个考点 大家呢 一定要理解去记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会给大家来讲解 便是我们的装机的施工的安全措施啊 这呢 也是可以配合阿利菲来考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第二个考点当中的第二个支点啊 撞孔灌土装啊 它的施工基础 那么第一个支点呢 已经在上一节课呢 已经讲解过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支点 装孔灌土装施工基础啊 装孔灌土装 它的基础的施工啊 那么一般装机施工之前呢 都要有相对应的一些啊 准备工作 那么来看一下 它的准备工作有哪些啊 大致了解就可 阿利菲考不到 施工之前呢 掌握水文地质资料啊 就是地下水位的深度啊 以及土质的情况啊 这些你都要知道 那具备所有的各种原材料以及那制品啊 它的检测报告要有 那么像我们的物料来说 要有生产俱课证了 产品识明书了 以及质量检测报告了 这些呢 都要有啊 以及施工过程当中要施工记录啊 例如我们的施工日志 那么还要有我们的啊 安全生产以及环保等相对应的一些措施啊 了解就可 考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致了解 其次呢 我们来说一下成孔的方法 以及设备的选择 我们先来说成孔方式啊 方法 这里面呢 主要呢 是分四种 这里呢 是可以考多选题的 分别是泥浆忽必成孔 干作业成孔 成管 成孔灌注装 以及爆破成孔啊 下来说一下泥浆忽必成孔 看 这是泥浆忽必成孔 那么一般它呢 需要配合这钢套筒啊 钢护筒来施工 那么这个钢护筒施工时是有讲究的 它呢 一般呢 顶标高要高出地表0.3米 高出地下水位2米左右 目的呢 主要是保证孔壁图体的稳定 防止造成周围孔壁的坍塌 那在我们钢套筒当中我们需要灌浆 这个姜叶呢 无非呢 就是我们的蓬润土姜 那么它呢 首先有很好的绒重 可以平衡两侧的水土压力 保证孔壁的稳定 其次呢 它有一定的粘度 可以在孔壁呢 形成泥膜 从而呢 保护孔壁 形成了一定的脏力 防止孔壁它的失稳和坍塌 这呢 是泥浆忽必成孔 再来说干作业成孔 什么是干作业成孔啊 就是没有泥浆 直接开挖 直接成孔 这呢 便是干作业成孔 那么第三种呢 便是层管 层孔灌状 层管 层孔灌状 顾名思义啊 它呢 需要先把钢管压入到我们的地层当中 那钢管它呢 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 这个装间的 那么目的呢 主要呢 是挤压土体 使土体向周围呢 来进行移动 从而呢 提供我们装的一个空间 当我们形成了装的空间之后呢 我们是向内部呢 来下方钢筋笼 然后呢 去灌注混凝土 当混凝土流到装底之后 我们整个呢 把钢管呢 给它抽出来 提拔出来 这种呢 就称之为 层管层孔灌状啊 那么最后一个爆破层孔 一般城市当中是禁用的啊 那么主要呢 是这种四种层孔方式 大致呢 了解就可 也是啊 一般考呢 会考的是多选题 将来呢 来说一下这四种层孔方式 它对用可以使用的一些机械设备 以及每一种机械设备 它的土质的适用条件啊 首先 先来说一下泥江互币层孔 泥江互币层孔呢 它可以使用这么多的转机啊 正循环转 反循环转 冲击转 以及悬挖转和潜水转 注意 冲抓钻 它也可以用啊 冲抓钻既可以使用于泥江互币层孔 也可以使用于干脆层孔 都可以用 那么来看它的适用条件 对于正循环呢 可以看到 它主要适用于粘性图 粉土 细土啊 中砂 粗砂等等 大部分土层都可以使用 而且 注意 它还可以用于软盐 它要对比谁去记忆呢 对比的是反循环 你看 反循环跟正循环 它的土质情况大致都是相同 差不太多的 只差了一个谁啊 差了一个软盐啊 再来说冲击钻和悬挖钻 它俩呢 除了适用于粉土 沙土 天土 黏土等等 还可以用于风化盐 尤其是冲击钻啊 当我们钻机钻不动的时候 尤其是采用悬挖钻不动的时候啊 我们更多的愿意选用呢 是我们的冲击钻 墙中方法盐 一般它呢 都可以使用啊 再来说一下干作业成孔 干作业成孔呢 像冲钻钻可以用 长螺旋钻机可以用 钻孔扩底可以用 人工挖鼓钻可以用 这些呢 都是属于干作业成孔啊 不带泥浆 没有忽必的效果 没有忽必的作用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继后三个 长螺旋 钻孔扩底以及人工挖孔装 因为我们教材当中呢 是针对这三种成孔方式呢 详细解读的 大致来看一下 他们的土质适用条件 注意 像这三种钻机呢 都是适用于地下水位以上啊 就是没有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那像长螺旋钻呢 所以它还可以适用于 强风化岩层当中 而对于钻孔扩底呢 它呢 也可以适用于 这种风化岩层当中啊 那么对于钻孔扩底和 爆破的成孔 大致了解即可啊 这个表一般考呢 就是考选择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分别针对 泥江户壁成孔和 干作业成孔 详细来说 详细来解读 首先我们先来说 泥江户壁成孔 对于泥江户壁成孔呢 我们分别要看 泥江它的制备 以及呢 互统的要求 那么刚才已经说了 泥江户壁成孔 首先它一定要互统 互统的目的呢 主要是保证 周围土质稳定 防止开挖扰洞 从而造成土体的坍塌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互统 主要是起到保护孔壁 防止坍塌的作用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分别来针对 泥江户同 以及我们收集 泥江的泥江池 分别来解读 分别来说 先来说泥江 从材料的角度来说啊 泥江它用的呢 一个呢是 粘土另外一个用的是泵润土 那么像粘土颗粒小 泵润土也是一样的啊 泵润土粘度大 然后呢 颗粒小 这种情况下呢 首先呢 它跟水去比 那么它的绒重比较大 绒重大的情况下 注意它的比重大 那么可以很好的平衡 四周的水土压力 这是四周水土压力 假如你灌的是水 所以水的绒重小 容易造成孔壁坍塌 而你灌的是泥江 泥江的绒重大 它可以很好的平衡水土压力啊 那么其次 像我们彭润土和粘土 颗粒细 密度大 它可以在我们的孔壁呢 形成泥膜 具有一顿的张力 保证孔壁的稳定 防止土体的坍塌 以及开力 那么对我们的泥江来说 要求密度呢 小于1.1啊 寒沙力呢 不得超过2% 因为寒沙力越多 后期隐患越大 后期一会儿会以大家来说啊 它的隐患 那么年度最不一大于20 再来说一下户筒啊 那么对于户筒 一般都是钢制户筒 那么它的深度呢 主要是看我们的设计要求 那么户筒 一般截肠 凉密度导流区 也可以设置啊 这是超纲的 但是曾经17年是考过的 以及我们的泥江池 要有防止人员坠入的一些安全措施 例如我们的防护栏杆 以及要安全90标识 夜间要有警示灯 做一下啊 那么目前现在来说比较先进 有些情况下呢 可以通过啊这种设备收集泥浆 然后呢 可以通过设备形成泥浆饼 然后来外弃 堆泥浆是不得随意外弃的 它需要集中的进行处置啊 我看有人说卡了是吧 卡吗 现在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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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卡不卡 现在还卡是吗 好了是吧 现在好了 我没有关闭啊 应该是刚才我们教务那边 他夺到了我的权限 他把我的权限 夺到他那边了 然后应该是他把那边的这个关闭了 所以大家发不了言啊 哪一页没没听着啊 嗯 重说一下哪个位置没听到 户筒是吗 这一页呗 是这一页吗 啊 户筒啊 那我说一下啊 这一页重说一下吧 这一页呢 主要针对的是泥浆 它的材料 户筒 它的空间位置 以及我们收集泥浆的设备啊 这三点来说 像泥浆 首先呢 先来说材料 一般使用的是高硕性 高硕性的黏土 以及旁人土 为什么呀 颗粒细 比重大 它可以很好的平衡 两侧的水土压力 防止孔壁的坍塌 其二呢 它呢 可以形成我们的泥膜 在泥 在我们的孔壁呢 形成泥膜之后呢 脏力比较大 不容易开裂 不容易坍塌破坏 那么对于泥浆 它的密度呢 小1.1 哈萨利不得超板的2 以及年度不得大于20 那么这三个数字 有印象就行 一般在选择题当中可以考 二例题 考到数字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再来说户筒 户筒要掌握的是空间位置 一般钢制户筒居多啊 节长两米啊 有可能比它深一些啊 长一些 户筒的目的呢 注意主要是保证我们 开口端土层的稳定 防止土层的 开挖 就跟隧道一样 为什么我们开挖隧道的端面的时候 它容易坍塌 而开挖隧道的内部啊 反而并不容易坍塌呀 就是它是自由端部 所以呢 容易坍塌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加一个钢制户筒 那么对于户筒呢 注意埋塑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是有要求的 那么要求我们户筒 顶标高要高出地表300毫米 那么有地压水位的时候呢 要求顶标高要距离我们的地压水位呢 至少是两米左右啊 两米以上 那么以保证我们孔币的稳定 其次呢 便是啊 因为有泥浆 那么它就会造成一定的污染 那么对于泥浆是有要求的 第一个 要有泥浆池 就是泥浆池 泥浆池来说 最要防护栏杆 要安全网 底部要挡脚板 啊 然后呢 要安全指示标识 夜间呢 要配备警校灯 末地防止人员坠入 第二个就是防止泥浆呢 这个造成一定的污染 所以呢 要配备泥浆池 那么泥浆最必须呢 集中收集 集中进行处理 不得啊 随意这个排放 其次呢 就是对于泥浆目前来说 有这种设备 它可以收集泥浆 后期呢 形成泥浆饼 那么啊 减少了我们这种污染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设置导流渠 把泥浆呢 啊 通过导流渠进行集中的收集 以及集中的处理啊 这是17年阿力提曾经考核过的啊 没有问题了吧 不卡吧 然后都听到了吧 是不是 如果要是没有问题 敲个一啊 没有问题 的话乔哥一样 好的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反循环转啊 正反循环转呢 注意包含了正循环 以及反循环来看啊 左侧这个我们称之为正循环 右侧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反循环 那么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注意 看起来非常相像 对不对 无论是正循环还是反循环 注意它都是由转头 转杆 泥浆泵 沉电池 以及泥浆收集池来构成的 这都是他们的相同点 不同点 注意 你记正循环呢 它呢 是起到一个浮渣的作用 浮什么呀 浮转渣呀 浮沉渣呀 而反循环呢 是吸 吸渣的作用 首先我们先来说正循环 在我们钻头开钻的同时 我们需要布置我们的这个通过泥浆泵啊 以及泥浆管 向我们的孔道当中的去啊 这个注入泥浆 你钻链的同时一定会有沉渣呀 土底的掉落呀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把它自换出来 怎么自换呢 通过我们泥浆泵 向里面打泥浆 通过泥浆 然后呢 使我们的浆液当中带着一定的沉渣 使其呢 浮入到我们的沉淀池当中 通过沉淀池啊 物理的效用 自然沉淀 把我们的沉渣呢 沉淀到沉淀池当中之后呢 再使我们的泥浆呢 最悬浮到我们的泥浆池当中 那么这个泥浆相对来说 它呢 就是净化之后的了 因为啊 一些钻渣沉渣都是经过沉淀池沉淀之后的了 所以呢 再浮到沉淀池 就是净化之后的泥浆 之后呢 再通过泥浆泵 反复修完置换 再泵入到我们孔道当中 这样把我们的钻渣啊 给它 浮到我们的沉淀池当中 而对于我们的反修完则不然 它呢 是有一个吸浆管 那么在我们沉孔的同时 泵入泥浆 通过什么呀 这个管道进行抽 泵啊 一个是可以加压的 再一个是可以吸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左侧呢 是我们的沉淀池 吸出来带有沉渣的浆液呢 进入到沉淀池 然后呢 沉淀之后 再把净化之后的泥浆 浮到我们的泥浆池 通过泥浆池 再进入到我们孔道当中 所以呢 它来的区别呢 正循环 它主要是起到浮渣 而反循环呢 是吸渣啊 这呢 就是它的一个根本区别 了解到这个成位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深究了 将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施工过程当中的具体要求 那么沉孔时呢 要根据泥浆的补给情况 控制钻进的速度 了解即可 其次 我们沉孔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停止钻进呢 来看一下 发生了斜孔啊 倾斜的状态 对不对 这都是垂直的嘛 你发生了倾斜的状态 以及塌孔了 沉孔时候 土体它塌孔了 你需要重新钻进的啊 或者这个口就废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需要停止 这个这个钻进 还有一个呢 是互统作为冒浆啊 以及施吻的迹象 我们需要先停 采取相应措施之后 再重新钻进啊 那么这呢 是可以考个多选的 那么其次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沉渣的厚度 看就是沉渣 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钻孔之后呢 需要清孔 清孔呢 分一次清孔 以及二次清孔 目的呢 就是清除沉渣 那么这里面呢 有些情况下 这个沉渣呢 很难清 或者说啊 避免不了 会沉淀一定的沉渣 那么这里面呢 也是有要求的 不同的装 它的沉渣的厚度 是不一样的 呃 这里面呢 是分两种装 一种的是端层装 另外一种的是摩擦装 端层装 看啊 这个呢 就是端层装 三个式装已经打入到 我们磁力层当中 一般情况下是进入到 我们这个磁力层当中 呃 1.5倍的这个装径左右啊 那么可以看到 它是装头 已经基本进入到磁力层啊 通过我们磁力层 以提供上部 贺载的作用法力 而对摩擦装而言呢 它则不然 它呢 是通过装周 跟土体的摩擦力啊 以提供上部的 贺载的作用法力 那么这是两种装 对于端层装来说 底部的承担厚度 不得超过100 而摩擦装呢 它的承担厚度呢 是不得超过300啊 这两个数字啊 要求大家必须记住 因为曾经 阿力提是考到的 这个简单题的 所以呢 要求这两个数字啊 要以阿力提的形式来准备 好 以上呢 是正反循环 加上呢 我们再来说冲击转 看这是冲击转啊 对于冲击转来说 它也是要配合泥胶腐壁成孔 以保证孔洞的稳定啊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是通过冲击转 它施工的特性特点 以及转进过程当中 我们什么情况下 需要进行验孔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啊 如何来保证孔币的稳定 这几个角度 分别来说 首先先来说 有一些冲击转 它的特征特点 它的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呀 土字坚硬啊 有可能带有一定的延长地段 可以使用冲击转 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低垂密基 反复冲击着臂 所以呢 可以适用于坚硬土层当中 这呢 是它的首要特点 其次呢 就是它下转的过程当中 一个呢 是通过泥浆 循环置换 排出土体 另外一个呢 是可以产生一定的 向四周挤压土体的效应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倾斜和偏斜 所以呢 我们每钻进四到五米呢 需要验孔一次 以保证它的垂直度 以及防止孔壁 缩净和坍塌 那再有呢 就是我们排砸过程当中呢 要及时补击泥浆 通过泥浆循环置换 把土体呢 给它带出来 排砸 那么最后一条啊 大致了解就可以了啊 稳定性差的孔洞 孔壁 一般呢 通过泥浆循环置换 以及抽扎排扎 以保证我们孔壁的稳定啊 了解即可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循环瓦钻啊 它就是循环瓦钻啊 它呢 主要是通过钻杆啊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吊绳 这个是钻头 这个呢 是一个销子啊 通过销子 钻头钻杆的来构成啊 那么一般呢 也是泥浆货币三控 它呢 一般目前来说 多用于城市当中 因为它的出土效率极高 速度极快啊 那么对于环瓦钻来说 注意 我们这里面教材呢 主要是围绕着泥浆来展开的 因为它是需要进行配备 配置泥浆 通过泥浆货币成孔的啊 那么来看一下 泥浆的置备能力 能够大于 钻孔石的泥浆的需求量 以保证我们孔壁的稳定 你不能泥浆少 孔洞长 孔洞深 底部存有泥浆 上部是空的 这种情况下 上部容易涂体塌落啊 那么每台钻机泥浆的储备量呢 要求不得少于单装的体积 注意下 换而言之呢 就是我们一根装成孔之后 那么整个呢 这个泥浆呢 要基本的是处于我们的上口左右的位置啊 不得 距离我们的上口一定的间距 如果有间距 它就容易坍塌啊 上口的位置 那再来说一下我们 对于钻机 它的一些检查和要求啊 成口之前呢 和每次提出钻斗的时候 这就是钻斗啊 要检查 检查哪些呢 首先要检查钻斗 就是钻斗啊 还有呢 要检查我们的钻杆 还有要检查的时候 我们钻斗和钻杆连接箱子的位置啊 箱子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呢 它容易什么呀 松动 一旦松动 它有可能造成斜孔的现象 还有就是钢丝绳 也要看一看 以及钻斗上 存有一定的扎土 要检查 看一看 需要给它清除啊 其次呢 我们来说一下 虚蛙钻成孔方式 它呢 一般采用的是跳蛙方式啊 看 一 三 二 四 四根桩 对不对 什么叫跳蛙呀 开蛙完一 下方干净龙 交住混凝土 然后呢 开蛙二 在下方干净龙 再交混凝土 再开蛙三 做三 再做四 这是跳蛙啊 间隔成孔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四续成孔 注意啊 你要是先开蛙一 之后 下方干净龙 交出混凝土 混凝土这个时候 没有凝固 它会有一个侧压力 当你这个时候 开蛙三的时候 那么中间土 间距又比较细 比较小 那么混凝土的侧压力呢 就会造成三的塌孔 所以呢 要求跳蛙方式 间隔成孔啊 那么根据钻剑的速度呢 要同时补起泥浆 那么要求呢 泥浆面的高度 是不变的 因为泥浆 它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可以平衡 两侧的水土 四周的水土压力 防止孔币的散塌啊 好 以上呢 是泥浆货币成孔 我们回顾一下 泥浆货币成孔 我们教材当中是描述了几条啊 有正循环 对不对 有反循环 有冲击转 有悬挖转 这些呢 都是泥浆货币成孔的啊 好 下面那么再来说干作业成孔 对于干作业成孔呢 这里呢 总结 它分析三种成孔方式 第一个 长螺旋转机成孔 第二个 人工挖孔装 第三个 转孔扩底 以上三个都是属于干作业成孔 爱个顺序来说 首先呢 先来说一下长螺旋转机成孔啊 穿着转机呢 来看一下图片 这呢 是它的一个钻头 所以钻头看 它是螺旋状的 中间是空的 然后你注意啊 它中间为什么要空的呀 因为它要跟这个黑的这个泵管所连接 因为这个泵管呢 它呢 是跟我们上 钻头的上边呢 进行连接的 后期呢 当我们的钻机 钻到我们的 假如就是 口对不对 这是口 这是我们的长螺旋转 钻到我们设计高层之后 注意啊 上面连一个管 这个管呢 直接跟我们的混凝土的蹦车相连 通过背的加压 使混凝土呢 通过我们的钻头 这是空的呀 进入到我们的 孔的底部 然后呢 我们是把长螺旋转的 进行一个提升 提升的同时呢 混凝土呢 直接就交注进来了 所以呢 它呢 是先钻 先成孔 之后呢 直接抱入混凝土 提升钻头 使混凝土呢 贴满整个孔洞 之后呢 下放干净龙 这呢 是它的特征特点 来看长螺旋转机 成孔时 具体要求 首先呢 是它的一个偏位 那么要求呢 装的偏位 偏差不得超过两公分 换而言之呢 就是它的设计走线 跟我们的实际的转进的走线呢 偏差不得超过两公分 这里告大家一个记忆技巧 其实对偏差 我们整本教材呢 你要记两个数 一个呢 是两公分 另外一个呢 是百分之零点五 把这两个数记住 应对垂直度的偏差啊 基本就可以啊 这个这个油 油润有余啊 那么其次呢 来说一下 它施工过程当中的 注意事项和要求 那么对于我们的 干脱液层孔 采用长螺旋转机 施工时 不易反钻 以及提升钻杆 因为你反钻 以及提升钻杆 会造成土体的扰动 从而容易造成塌孔啊 那么之后呢 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了 特点刚才已经说了 它是先层孔 然后加压关中混凝土 之后呢 才下方干净了 所以呢 是混凝土 压关结束之后呢 立即插入钢结龙 钢结龙啊 之设计孔森 所以呢 它有别于其他的 成功方式 以及装的施工 它是先浇混凝土 后插钢结龙 而往往呢 大部分呢 90%以上 都是先插钢结龙 后什么呀 过混凝土啊 来说钻红货底啊 看 就是钻红货底的图片 现在看钻头 就是钻头啊 这段情况下 先下转时 都是这种方式去下转的 当下到底部时 它来把两侧的一圆 给它打开 然后呢 进行一个扩孔 看它的流程 看啊 首先呢 钻头是下转 都是垂直的啊 钻头 这两侧是不打开的 当下到底部的时候呢 把两侧呢 给它延展开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以扩孔了 之后呢 是下钢结龙 然后呢 是下导管 那么我们说 你将忽必成孔 要下导管 对不对 观众环节图 那么为什么 对于我们的钢结成孔 要下导管呢 注意啊 当我们的孔僧过山时 你直接浇混凝土 让它自由下落时 当它的高度 往往超过两米或 两米多的时候 它容易造成 混凝土的这个离析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通过 刀管了 串 这个这个串槽了 啊 花槽 串筒了 等等啊 把混凝土呢 给它顺到了底部 防止离析啊 然后呢 是浇过压光混凝土 浇过混凝土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 装孔扩底 它为什么要扩底呢 注意 相当于不倒翁一样 它不容易倾斜啊 不容易造成斜孔 斜装的现象 就是装不容易倾斜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借两个数 一个是五米 一个是一米五啊 灌注装顶 五米范围内 混凝土时啊 注意这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是随着灌注混凝土 随着呢 拿震导瓣呢 来进行震导密石 以保证啊 上面五米 它的一个强度的要求啊 不蜂蜂麻面 那么每次灌注高度 要求不大一米五啊 两个数 我验一下就行了 好 下面那么来说 人工挖孔装啊 人工挖孔装 就是人工挖孔装呢 我们看尺寸 看要求 首先我们来看看图片啊 看这六张图啊 首先第一步是干嘛呢 需要放线测量啊 去确定它的平面位置 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井圈 对不对 井圈 井圈的目的呢 注意跟我们的啊 钢支互统 目的大同小异 都是保证孔臂的稳定啊 防止土地坍塌 之后呢 就进行土地开挖了啊 开挖时候呢 注意它是分层开挖的 开挖一截 然后呢 做一截互币混凝土 看这是第一截的混凝 这是第一截土方的开挖 开挖完之后呢 下放钢筋笼 然后呢 织模板 胶混凝土 第一截互币混凝土 就胶着完成之后 然后呢 我们是开挖第二截 再下钢筋笼 再这个织模板 再胶 之后呢 就形成了这种结构啊 看啊 这是内磁形的 对于我们的人工挖孔装啊 它非内磁形和外磁形 这是属于内磁形的 这不是磁状的吗 对不对 这是一截 这一截 这又是一截啊 一截一截是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工挖孔装 它的尺寸要求 以及施工过程当中的要求啊 先看尺寸 对于人工挖孔装来说 孔镜呢 一般呢 是维持在800毫米到 2米5之间的 800到2500毫米之间的啊 不小于800 不大于2米5啊 太小人下不去啊 太大了土容易坍塌呀 孔越大越容易塌啊 那么高度 所以不宜超过25米啊 所以不宜超过25 一旦超过16米啊 不单单的要编制 这样生物犯 还需要进行专家论证啊 这几个数你要记住 再来看要求 这个要求 所以17年的一键考题 是考到了阿力的补充题 所以呢 要求这个点呢 大家要去记啊 首先先来说一下 这个互比混凝土 就是互比混凝土啊 它呢 有素混凝土的 有钢筋混凝土的啊 一般钢筋混凝土居多 其次呢 你开挖时 它的轴线偏差 不得超过两公分 看一下啊 颈圈中线 与设计流线 偏差不得超过两公分啊 再有一个呢 你就做一节 互比混凝土 开挖一层土 再做一节 对不对 那么上下一节 混凝土 要已经搭接吧 这个搭接的高度 不得小于五公分 那其次 每一节 互比混凝土 都要求当日 交注 当日 再找密实啊 不得 一天施工半截 第二天又施工 另外半截 如果你要施工半截 注意 它会形成缝隙 会形成施工缝啊 所以呢 要求怎么样 每一节 都是当日完成 那其次呢 你有混凝土 对不对 你必然会有模板的 都是半钢筋 芝麻 交混凝土的呀 就是模板 对吧 那么模板 什么时候猜呢 两个要求啊 第一个是时间的要求 第二是强度的要求 我们是交完混凝土之后 要求隔24小时之后 你可以猜 这样一个呢 就是当混凝土强度 大于五兆帕时 你方可猜啊 好 以上呢 便是我们的 这个成功方式啊 包含了泥江湖壁 包含了甘多印 泥江湖壁成功呢 大致呢 是郑徐华反行文 玄法转 以及冲击转 而对甘筋转成功呢 主要是人工挖孔 钻木扩底 以及长螺旋转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钢筋龙 以及焦州混凝土时的 施工要点 成功完之后 就需要下方钢筋龙 对不对 下方方钢筋龙 就需要灌入混凝土 那先来看一下 钢筋龙 对于钢筋龙 它的制作运输和雕装 要求防止变形 怎么防止 加支撑 打三吊撑 或者是说 打十字撑 都可以 保证它的刚度 防止变形 其次呢 雕方入孔时 不得触碰孔壁 图体本身就薄入 下方钢筋龙时 那个钢筋龙还触碰孔壁 就会造成孔壁 突然坍塌 怎么去解决的呢 看 成滑轮式的电块 把滑动摩擦改为滚动摩擦 降低摩擦力 或者是在我们的钢筋龙 不同的层高 设置耳筋 触碰时也是减少摩擦 接下来看以下数字的要求 来看第三条 这个第三条呢 对应的是这张图片 这么去对比去看 看一下 层管层孔壮 那么钢筋龙的内径 应该比套管的内径 小6到8公分 看这是套管啊 钢的套管 这儿呢 是钢筋龙 钢筋龙的内部呢 是我们的导管 通过导管关注属压稳定土嘛 那要求这个户筒啊 钢管跟我们的钢筋龙 它的间距是多少啊 总共是6到8公分 一侧就是3到4公分 对不对 那么其次呢 是下方的导管 那么要求导管 跟我们钢筋龙 它的间距是 100毫米以上 那么两侧加一起 是100毫米以上 一侧是不是就是啊 50毫米以上啊 5公分以上啊 讲的是这儿啊 大家要了解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 另外两个数字 我们下方完干净龙之后呢 就需要关注混凝土了 混凝土呢 一般现在用的都是伤混啊 没有现场就办的 那么对于桑片混凝土 当中的骨料要求力净 不超过4公分啊 你骨料力净太大 容易造成卡住离析的现象啊 再也呢 为了防止我们孔臂的坍塌 我们要求呢 下方干净龙完之后啊 这个就需要交入混凝土 那么它俩的时间间隔呢 一般不得超过4小时啊 往往呢 都是下方完干净龙啊 立即去交入混凝土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对我们的装的一些要求啊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下方完干净龙 然后呢 交灌混凝土 那你交光混凝土的时候呢 注意啊 你不能直接交到 跟我们地表平起 你需要超出一定的高度 那么我们超出多少呢 注意一般超出啊 半米到一米之间 0.5米到一米之间 它为什么要超贯呢 注意 因为你贯入混凝土的时候 它里面呢 会有浮渣沉渣 会回沉到我们混凝土的上表面 或者说上半部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会影响到我们混凝土的配合比 从而降低混凝土上部的强度 所以呢 我们需要超贯 超贯出这半米到一米呢 它的配合比是不严的 不符合设计的要求的 所以呢 后期呢 需要通过剃装头的形式 给它剃掉 剩下的混凝土 这个位置呢 就符合了我们的设计的 设计的配合比的要求 满足强度的要求 所以呢 我们要超贯啊 半米到一米 后期剃掉啊 好 再来说对于数字的要求啊 浇光混凝土的时候 要求温度不得低五度 因为你温度太低了 强度不增长啊 低零度时 要求要采取保温措施 高于三十度时 要采取混凝措施 因为温度高 水分失去的快啊 非常容易散发水分 从而呢 会加速凝固凝缩 所以呢 要求要使用混凝剂啊 最后一条 灌注装实际的混凝土的灌注量 不得小于计算体积 为什么啊 因为你设计的都是最理想的状态 你挖的时候 它一定会造成一定的超挖 对不对 所以你灌的混凝土 肯定是要比设计的要多 那么要求呢 就是实际灌注量 一定要大于或者说 不小于设计的灌注量啊 没有问题吧 这连着说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先给我敲拨一呗 没问题吧 好啊 没问题 这连着说啊 就密度比较大 不像是 我看那个有的那个各种直播平台啊 什么带货啊 什么的 它不是连着说啊 我还特意观察了一下 我看那有的都能说好几个点 我回这整理啊 不累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水下灌注混凝土啊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施工流程 其次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要求 那施工流程呢 就是遵循着这张图片啊 首先呢 我们是先层孔 对不对 后期呢 我们需要进行检查孔洞 验孔啊 那么验孔合格之后呢 需要调放钢筋龙啊 先下钢筋龙啊 不算谁啊 不算长路旋钝啊 像这些呢 都是水下灌注混凝土 你也要不必参控啊 所以呢 都是先下钢筋龙 然后呢 下导管 就是导管 那么之后呢 上面是漏斗 漏斗跟导管是石扣连接 然后呢 灌注手帕混凝土时 放个隔水酸 也可以撑隔嘴球 为什么要放一个隔嘴球呢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起到隔绝泥浆和混凝土的作用 不然呢 它会造成什么呀 泥浆和混凝土混入到一起了啊 就造成后期的夹杂啊 以及断装的现象 然后呢 下灌混凝土 之后呢 要求手帕混凝土呢 一定要把我们的导管埋住 埋多三呢 所以啊 不小一米 因为你如果要是埋的深度太小了 上面的浆液就会迅速进入到我们的混凝土和浆液的交界面啊 从而呢 什么呀 造成夹杂和离析啊 那来看一下我们装的混凝土的要求啊 要具备良好的合一性 以及它都要空在180到220之间 这个数呢 要记住啊 这个要记的啊 阿力提是可以考的 所以呢 要记这个数 好 家伙们来说一下观众混凝土时啊 用的这个导管啊 那么对于导管来说 要求内壁光滑 不然呢 容易卡管读管 那么管都是一节一节 一致拼装的 管的节长一般呢 是两米左右啊 两米左右 那么孔径呢 一般呢 是两到三分米啊 通过丝扣来拼接 然后呢 它是专门有个工具啊 一米 就能够拧着 那么其次呢 就是 要求导管不漏水 不得有撒眼啊 后期批完之后呢 需要进行四拼四压 我们需要通过 街头抗拉实验 以及那水密参加实验 来看它的连接的紧密性 那么这里面呢 试压呢 主要是取孔底 净身压力的1.5倍啊 孔底部的净身压力的1.5倍啊 并不是顶部 那么肯定是底部的压力大呀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割水球的要求啊 看啊 就是割水球 一般的手盘观众混凝土时啊 要求要舍割水球 割水球的目的呢 主要是起到隔绝混凝土和泥浆的作用 那么要求割水球要有良好的隔水性能 并保障能顺利排出啊 你要排不出来 你不是造成毒管卡管了吗 混凝土出不来啊 那么再来说观众混凝土时的要求 观众混凝土时 注意啊 导管距离我们的孔底 要有一定的间距 这个间距是多少呢 300到500毫米 不得太近也不得太远 太近 所以 毒管混凝土出不来 太远 注意混凝土离析啊 只有下落高度太大离析 所以呢 是300到500毫米啊 那么 那么当我们观众所拔混凝土时 要求呢 我们混凝土的观众面 距离我们导管 它的底部 要控制在一米以上 不得小一米 因为你这个间距啊 太小的情况下 混凝江叶呢 会进入到我们混凝土的 街坊的缝隙当中 突然会造成夹杂的现象 那么灌注过程当中 要求呢 我们要控制导管的速度 因为你灌注过程当中 混凝土会上升 你同时要拔管啊 那么你提升导管的时候 你要控制速度 你不得把什么呀 导管拔出混凝土表面 如果你导管拔出混凝土 上升表面 江叶就会进入到 混凝土的缝隙当中 突然造成夹杂 就跟什么一样啊 就跟我们这个混凝土啊 想要你浇混凝土 底部浇 浇完之后 对不对 你要浇上部的 如果你控制不好 这个位置才有缝隙 江叶就会进入进来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 你导管埋伸过浅 江叶呢 就会迅速进入的 迅速啊 进入到我们混凝土的 上下交接的缝隙当中 突然造成夹杂 所以呢 我们灌注过程当中 控制百管速度 提升导管速度啊 那么要使我们的导管的底部呢 距离混凝土的上升表面呢 控制在2到6米的一个区间范围啊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灌注混凝土过程当中啊 中途停顿 不宜超过30分钟 这呢 是属于什么 间歇时间 因为你这个停顿时间过长 有可能是我们的下部混凝土硬了 上部混凝土还处于流动状态 这种情况下呢 会形成事工缝 后期江叶的会进入啊 从而造成断装的现象啊 诶 这什么 这有答案了呢 请看吧 看一下 冰岸呀 有没有问题 这个动画啊 这没翻过来吗 一会儿重弄一下啊 先看看衣物体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衣物体有没有问题啊 第一下随位以下土层的桥梁装基础施工啊 不宜采用的层层设备是哪一个啊 看吧 地下随位以下 对不对 地下随位以下土层水软化破坏容易坍塌 容易坍塌 你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要采用泥浆货币层孔 更加稳定不容易坍塌呀 那像造型我还是泥浆货币 你可以采用 薛亚钻 泥浆货币可以采用 长罗旋钻 甘云钻层孔没法用 冲击钻泥浆货币可以用 所以呢 谁没没法用啊 C吧 是不是 对头 因为他说了第二随位以下 这15年真题对吧 他不明的给你 他不会让你去啊 以下哪些是干脆层孔啊 以下哪些是这个泥浆货币层孔啊 他不不这么去给啊 他都是绕个弯弯啊 绕小弯 让你进行分析啊 你要直接那么去考的话 那不就像考这个记忆性的考题了吗 并不是考分析了 对不对 你现场你需要进行灵活运用 灵活分析的啊 所以呢 一定要学的灵活 别把知识啊 这个学 就是 不懂得举一反三 或者说 就是 只能直给 才能打的对 那不行 看一下这条题啊 我看一下这个带不带啊 动画啊 稍等啊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没有动画 重新上传的啊 嗯 这个可以了 看下这条题 这上节课的内容 对不对 因为上节课讲的第一个指点啊 这个课讲的第二个指点啊 这么去讲 看不易采用涩水辅助手段 沉装的施工的土层是什么呀 涩水法辅助沉装啊 不易采用什么呀 就哪种情况下不易采用涩水啊 黏土吧 颗粒小 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啊 也会扰动土层 降低沉害能力 对不对 所以是谁啊 C啊 好 以下呢是总结 回去大致看啊 好 下面呢 进入到了我们的重点难点啊 阿利提考点 阿利提考点 壮孔 灌注装施工质量事故 一方做事 注意啊 本个考点尤为重要 阿利提啊 很愿意考 而且一考啊 就是成皮量成套的去考 所以要求大家要对一下支点啊 要掌握 那你可以看到九个 这九个呢 并不是阿利提全部考啊 当中的百分之七十他会考啊 就是有两三个啊 支点呢 他是基本不考阿利提的 那么先来看一下核心内容啊 第一个看探资料和设计文件 所以他不考阿利提啊 第二个支点 第二个 孔口高层以及撞孔深度的误差 所以他可考但是概率不大 那么孔镜误差 所以他可考概率不大 第四个 撞孔随时度不服的规范要求 所以他非常愿意考啊 必须掌握啊 缩孔以及啊 他孔和缩镜 他非常愿意考啊 概率非常高 第六个 装端持续层的辨别错误 所以他可以考 概率相比较适中 第七个 孔底沉渣过后 或灌注混凝土前 孔内泥浆含沙量过大 所以他可考概率比较小 第八个 水下灌注混凝土 装身指上问题 他可考的概率比较大啊 然后呢 灌注过程当中中中断 他可考 但是出体概率适中啊 这是难点啊 我们挨个来看啊 挨个来解决 首先呢 来看一下第一个支点啊 第一次勘探资料和设计文件啊 这个呢 了解就可以了 他是考不到的 来看一下第一个 可能存在的问题 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啊 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恐惧过大 这个距离太大了 恐惧过大啊 这是他的距离 对不对 庄与庄 庄与庄之间的距离 一般我们都是以近距来衡量啊 第二个主要是孔森太浅 假如我们要坐20米的 现在只坐了16米 对不对 20米 太浅 以及呢 土工实验数量的不足 土工的取样和土工的实验不规范啊 一个是你做的少 一个呢 是没按照规范去做 再要呢 就是庄中 模组力和端层庄的承卖能力不足啊 都是大致了解 从来没考过 该考的概率也很低很低啊 那来看一下 这么多的问题预防的措施啊 第一个呢 就是啊 从资料当中去入手啊 勘案资料和设计文件呢 需要印真的去研究研读 那么磁力层厚度变化大的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加密监测 加密勘探啊 现场都需要打签 对不对 都需要勘探我们的地质 加密去勘查 那回贴软土层啊 过后的情况下呢 要校准装机是否有 副摩擦力的现象啊 什么副摩擦力啊 正摩擦就是土给装向上的啊 这个一个 这个这个承卖能力 如果副摩擦呢 就给它向下的了啊 来看第二支点啊 第二支点可考概率不高啊 空口高层误差 以及转孔深度的误差啊 两个点 一个呢 是空口高层的误差 就这个点啊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转孔深度的误差 深度误差是多少啊 这是它的深度的误差 对不对 你像空口高层 一般都是正多少刀米 举个例子啊 你像我们的这个新疆 西藏 西藏新疆那边 都海拔多少刀米 它怎么算的啊 海拔4000 多少多少 所以它都是以一个绝对值为基点来去确定的 那么以哪呀 所以是以我国黄海平均海平 海平面为基准点 以它所以为增货灵 去确定的啊 那么这样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来看一下啊 造成空口误差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呢 是施工过程当中造成的 一个呢 是施工完成之后造成的 你施工完成之后 你出土然后呢 在空口来进行堆放土层 从而会升高我们的 空口的 这个地表标高 对不对 所以呢 看啊 第一次看它完成之后 场地再次回天 有可能造成什么呀 空口升高造成误差 其次呢 是施工过程当中啊 施工过程当中的 非诈不断堆积 造成地表的地面的 不断的升高 也会造成一段误差 这呢 是两个原因 那么知道原因之后 我们来看对策 认真去较合原始水分点 和各空口的绝对高层啊 你要看绝对高层 不要看相对高层 什么相对高层 什么是绝对高层啊 就跟开车一样 你开车 车辆相对地面 就是啊 这个绝对的 你要开车时 你要看旁边车辆 那就是相对的 有可能你感觉 你这个车溜车了 但并不是溜车 是旁边那个车前进了 就是相对的 所以呢 你要找的是绝对标高 你不要去找现场的相对的高层 相对标高啊 那其次呢 就是需要复测啊 再复测一次 孔口的高层 来看一下孔森无差 刚才说了孔森无差 想想我们要 从地标往下算 做20米 对不对 后来呢 你做19米 或者19米 这都是无差的 看原因 看措施啊 原因呢 大致呢 是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 是场地回天平整前进行了工程的地质看查 所以回天平整前进行了工程地质看查啊 那其次呢 就是啊 这个我们选择基准点的时候呢 要选择绝对的啊 尽量不选择相对的 如果你要是选择相对的情况下呢 要把他的高层全部换算一致啊 不得有的 假如有的以A点算的他的高层 有的以B点去算的高层 他没找好同一个基准点 这种是不可以的啊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的原因呢 便是我们测量方式的原因 你像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通过测量我们的转杆 正常是测量转杆加转头的长度啊 来去确定我们的孔森 并不是采用测量 这个测绳 因为我们测的这个测绳 第一个它有弹性 第二个它会飘移会弯曲 再来呢 测绳它精度不准 有的是测绳的十米 就两根测绳啊 都是你拉到十米 它也不一边长 它是会有一定的偏差的啊 这呢就是它的原因啊 那么来看一下对策啊 对于端腾桩 钻孔的中孔的标高呢 是以装端进入到磁力层的深度为准啊 并不以什么呀 固定孔森的方式来进行最终成孔 我看把这个讲完吧 讲完休息啊 把第三个指点讲完 来看一下孔径的无差啊 先看原因再看测试 孔径啊 就是你这个孔 直径 它也有无差呀 那么它的原因呢 是两点 一个呢 是错用了这个七大亏 给它钻头 假如呢 我们是应该用八百的钻头 现在呢 你用了九百的或一米的 这就会造成孔径无差 第二个原因呢 是我们的钻头呢 陈旧啊 磨损不一致 有的位置磨损多 有的位置磨损少 那么也会造成孔径无差啊 看措施 每根装 开孔前应该检查钻头 实行什么呀 签证的手续啊 就是你每每个这个装啊 钻之前你要检查一下钻头 你不能这个瞎用吧 用错了吧 这样呢 你要使用签证 什么签证啊 一般像钻头都是枯内存放 然后会有枯管啊 你拿钻头的时候 你需要签字画压的 对不对 这样呢 就避免了 什么呀 你错用钻头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好 回来了是吧 然后呢 我们继续啊 然后那么来看一下第四个热点啊 就是成孔时候 它的垂直度偏差啊 成孔时候 垂直度的偏差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垂直的 对不对 垂直于地表的 有些情况下呢 它会形成这种状态 当然了 不会像我画的这么大啊 它往往呢 是越往深度啊 偏差越大 那么 脆度的偏差呢 我们来看原因 看具体的措理测试啊 原因呢 主要是由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 主要是场地 平了都差 你场地 歪歪曲曲 歪歪扭扭 你下放啊 摆放我们钻机时 也会倾斜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下钻时 钻杆弯曲啊 越往下走 这个弯曲呢 越大 它会产生弹性形变呢 第三个呢 就是你钻头啊 左右或者说四周磨损 避致 也会造成 这个倾斜斜孔 最后一个呢 就是遇到了软硬胶接面处啊 左边硬 右边软 你想它肯定是往哪偏的 往软的一处偏 对不对 那这样呢 就是地层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情况啊 那么分别来看啊 不同的原因对应的处理测试啊 下来说平整度差啊 场地平整度差 你把场地平整了 整平了 压实了就可以了 所以呢 压实场地 平整施工场地就可 那么对于转杆弯曲啊 我们是每下转一定的三度 然后呢 进行提升转头转杆 进行检查 所以呢 按这个按要求呢 进行检查 检查它的催着度 有偏差 及时来调整 那么钻头也是一样的 定期来进行检查钻头 以及钻杆和钻头钻杆连接 这个销子的位置啊 那么啊 先检查 有损坏的 进行维修 这个修不了的情况下呢 即时 这个及时的更换 那么对于软硬土层 胶进面醋呢 注意 我们是回天黏土啊 采用低速低压的形式 来进行啊 钻进的 与此同时 我们还可以加什么 加浮正器 防止下钻石 这个钻机 倾斜 造成 孔道的倾斜 那这呢 就是催促不符合的原因 和对应的处理措施啊 来看一看 塔孔锁进 先来说塔孔 什么塔孔 这些图里坦塌了 对不对 就是塔孔 锁镜呢 就是锁镜啊 本来只见一米二的 这个位置降为了700或800 就是锁镜 看原因 看措施啊 原因呢 大致三点 第一个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换人员呢 就是土字条件不好 容易塔孔了 坦塌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泥浆性能差 泥浆的性能差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泥浆货壁伸孔 如果泥浆性能差 没有很好的绒种 不能平衡随土压力 且不能形成泥膜 那么就容易塔孔 那第三个呢 就是钻进速度过快了 扰动大 扰动大 容易造成塔孔的现象 而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成孔之后 放置时间过长 没有灌住混凝土 土已经分化了 已经吹干了 没有粘度了 稳定性不好了 就容易塔孔啊 这呢 是他的几个原因 来说措施 像你地质条件复杂 土的条件不好 你是没有办法来去处理的 像我们的泥浆性能比较差 你可以改良啊 泥浆不好 换泥浆啊 可以看到换比较好的泥浆 那么可以使用密度 1.3到1.4克 每立方厘米的 以及年多 20到30的 以及含茶力不凑过 6%的泥浆啊 这个泥浆呢 是棚土浆啊 再来说 第二个原因啊 钻进速度过快 放慢钻进速度 越慢扰动越小 要求没有时不凑两米 第三个 你放这个成孔之后 放置时间太长了 没有关注混凝土 我们要求是成孔之后 下方王钢筋龙 然后立即关注混凝土 他俩时间间隔 技术部分要求是不超过4小时啊 所以呢 这呢 是他的三个原因 以及对应的相对应的 具体的处理测试啊 好 下面呢 再来说一下 装端磁力层的便秘 这个主要针对谁啊 他主要针对的是端层装啊 端层装 底部是磁力层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 注意啊 分为 啊 这个磁力层呢 他呢 是分为了风 这个非严惩类的 以及严惩类的啊 像严非严惩类的 一般的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坚硬的土啊 土质条件啊 那么 不同的土质条件 它的辨别的方式不一样 像非严实类的 它辨别相对来说 偏容易一些 它早是根据我们的 呃 勘察报告给的地质资料啊 以及结合现场捞扎取样 来进行辨别的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 勘探单位呢 会给给出你啊 假如啊 增幅零以下 这个 负一米啊 粘土 负一米到负五米 这个硬质粘土 负五米到负十五米 杀 负十五米到负十八米 是 这个风化岩 强风化岩 或中风化岩等等 它会给你地质条件 这样一个呢 你会 通过现场捞扎取样的 来进行结合 就是你现场钻进的同时呢 你需要不断的提升转 这个钻机 像学法钻 是把钻斗提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需要把土呢 空出来 你看一看这个 捞的渣啊 取的样 然后结合我们的地质资料 来进行现场辨别 那么这呢 是对于飞盐时代的 而对于强风化岩 以及中风化岩 坚硬的地质条件的情况下呢 它的辨别 难度相对来说 偏大一点点啊 它呢 主要是 也是根据地质资料 也是不同的层次 它的土字的条件 以及结合捞扎取样 钻机的受力 和抖动情况 来去辨别的 地质资料 该说了啊 以及空口捞扎取样 也说了 就是你不断的进行出土 不断的进行 捞扎取样 看土字情况吗 跟资料去对比 那么像我们的受力和抖动 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转机 转机的同时 它这个都是有仪表的 它会看到这个下转时 它的一个扭矩 或者是它的一个受力情况 所以呢 你要是遇到情风风化岩 和中化 风化岩的时候呢 它呢 是受力很大的 再一个呢 就是转机 它会抖动 会嘎吱嘎吱啊 就是我不到现场 做没这个 这个我们的同 这个同学啊 做没做过这个现场 或者说 呃 这个这个 成功 因为现场啊 这个 钻机钻进 钻进的时候呢 如果底部非常接应的时候 尤其是遇到风化岩了 或者是岩层的时候 它会晃动 会抖动 会产生响声啊 那么所以呢 它要结合受力和抖动情况啊 来看第八个啊 随下混凝土灌注和装身混凝土质量的问题啊 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出灌时 买管深度不达标啊 怎么办 或者说 嗯 达不到规范要求 怎么办 先来看一下规范的规定啊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成功之后下翻钢筋笼 然后呢 下导管 这个导管呢 距离孔底呢 是300到500 不得太近 不得太远 太近会堵管 太远会造成混凝土的离析 然后呢 我们是关注手帕混凝土 关注手帕混凝土是要求导管底部 距离我们的混凝土 上升表面保证在一米以上 不得小一米 如果小一米 混凝土 这个浆液会进入 会造成夹杂和断装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混凝土的出关量 是怎么去算的啊 那么哪是混凝土的出关量 来看这张图啊 黑色的部分啊 导管当中一部分是黑色的吧 孔底有一部分黑色的吧 加一起呢 便是我们混凝土的出关量啊 那这个混凝土的出关量是怎么算的呢 你看啊 它是两个圆柱部分 一个呢 是我们的装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 是导管当中的混凝土 都是圆柱体 那么这里面呢 就好算了 像 在第一个圆柱体 我们知道孔底啊 装它的直径 你就可以算出来 对不对 第二个圆柱体 我们只需要知道导管的直径 以及这个小he 就可以算出来 对吧 好 那么根据这个公式来看啊 对于我们混凝土出关量呢 它呢 是导管内基存的混凝土量 加上我们装厂所需的混凝土量 加一起 便是我们的出关量 呃 它呢 是通过这个公式呢 来算出来的 看这个公式啊 这里面呢 有好多的字母 我们分别看 首先这个V呢 便是混凝土 它的出关量 就是两个圆柱体 加一起的体积 而这个部分啊 H1常上派地方除正四 注意 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导管当中混凝土的量 看啊 我们圆柱体怎么算呢 圆的面积层高度吧 圆的面积是派二方 所以呢 派地方除正四 就是派二方啊 这个小D是谁呀 小D便是我们导管直径 然后这个H1呢 便是我们导管当中的混凝土啊 导管当中的混凝土 然后呢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圆 这个砖底部的混凝土 它呢 便是什么呀 派地方除四 对不对 橙色H1加H2 你派地方除四 也是派二方 那么这个D是谁呢 所以D便是我们装的直径 H1加H2啊 看H1刚才说了 导管底部距离孔底是多少 300到500毫米 我们取多少 400毫米 一般就是取0.4啊 然后呢 这个H2是怎样 我们是导管埋身 刚才说要求不得小一米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按多少啊 按一米取啊 可以按一米取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啊 这呢 曾经二件是考核过的啊 考的计算体 好 下面那么来说一下混凝土 灌注过程当中啊 造成毒管的原因啊 造成毒管 就是你混凝土灌不出来了啊 就是毒管 那么毒管原因呢 主要是有以下六个 曾经的一件多次考核啊 第一个是导管破漏破损 漏了对不对 那混凝土都都跑到我们管外了 肯定卡住了啊 毒管 你看混凝土管漏了 你混凝土都从别的地方出来了 你这个混凝土都已经埋埋身很深了 这种情况下 你混凝土从底部肯定出不来了 所以呢 第一个是导管破漏 第二个呢 便是孔底距离深度太小 我们说导管底部距离孔底多少啊 三百到五百 如果你想一下 一个导管直接顶到了我们的孔底 混凝土能出来吗 出不来的啊 所以呢 第二个原因是距离孔底深度太小 第三个就是混凝土准备时间啊 这个灌注的准备时间过长 这样 你准备的灌注时间过长 混凝土已经出零硬化 结团成块了 你说混凝土还有流动性吗 它肯定没有了 所以呢 出不来啊 造成毒管卡管 第四个便是隔绿酸不规范 我们出口混凝土时要使用隔绿石隔绿酸 这个隔绿酸足以棱角分明 而且质定偏大 它会造成毒管啊 混凝土出不来的 第五个便是混凝土配置的质量比较差 我们说混凝土有什么啊 粗骨料 细骨料 水外压剂啊 以及水泥构成 当你粗骨料用的多 而且都是使用棱角分明的内料 所以摩擦力比较大 容易造成毒管 最后一个呢 就是导管埋身过大 就这个小一系啊 就是这个 这个位置 它埋身过大 混凝土也是压不出来的啊 这呢是六个原因 主意案例题 曾经多次考核 要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一般考 愿意考补充题啊 简单题不一定 它一般是告你啊 我们读管了 然后呢 给了你这个其中的两条 然后呢 让你进行补充啊 这么去考 将来再来看其他的事故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病害啊 来看第三个 必然是我们混凝土 灌入过程当中呢 造成钢筋骨架上浮 现在画的这个呢 变成钢筋骨架啊 肯定呢 是歇一下钢筋骨架 然后呢 灌入混凝土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钢筋骨架上浮呢 原因有三点 第一个 是我们泥江当中的悬浮沙粒 悬浮颗粒太多啊 那么悬浮颗粒太多的情况下呢 它又会回尘到哪啊 回尘到我们混凝土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密实的沙层 你关注混凝土的时候 注意这个混凝土上升 它还拖着沙层一起往上升 那么这个沙层上面是怎样 是我们的钢筋龙 那么有沙层 钢筋龙呢 就进入不了混凝土当中 那么这个沙层呢 会拖着钢筋龙一起上浮 所以呢 悬浮沙粒太多啊 形成沙层 会拖着钢筋龙上浮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混凝土 触凝中凝时间太短 混凝土触凝中凝时间太短 所以上部的混凝土 这个位置啊 它已经硬化了 结成成块了 同样 你浇混凝土的时候 上部硬的底部处于流动状态 那么 它上部的硬化的混凝土 也会拖着钢筋龙呢 一起往上走 一起往上上浮 如果你上部的混凝土 如果要不硬化 那么处于流动状态时 钢筋龙会沉入到我们混凝土当中 所以呢我们要求混凝土触凝时间和中凝时间不得过长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你冠状态速度太快了 你冠状态速度快 混凝土上升速度 远超过你钢筋龙 钢筋龙啊 融入到混凝土的下彩的速度 整体也是往上服务的 对不对 来看第四个 装身混凝土产生了离析啊 以及混凝土装身的强度比较低啊 它的原因啊 我们说混凝土强度低跟什么有关呢 绝对严肃呢 就是它的材料 混凝土是由什么呀 水水泥出骨料 吸骨料 以及外加剂来构成的 那么对我们主要提供装身强度是谁呢 是骨料 因为我们骨料是可以平衡一定的 这个这个贺载的 它是提供强度的 而水泥只是胶凝材料 把骨料粘结成一个整体的 那如果你出骨料用的很少的情况下 都是水泥将强度肯定低 所以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配合比控制不严 出骨料太少了 那么其实你配合比控制的很严 出骨料用的也足够 但是呢 你没有充分的搅拌 所以出骨料呢 会回沉到我们的桩的底部 上面呢 都是我们的水泥浆和细骨料 这种情况下呢 也会降低啊 上部的强度 所以呢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半盒时间不够 没有把它们混合均匀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水泥质量比较差 因为我们的水泥呢 是胶凝材料 没有水泥 你骨料就是一盘散沙 所以呢 有水泥 而且水泥的胶凝性比较强 才能把所有的骨料呢 形成整体啊 那么这呢 变成三个原因啊 阿里吉可靠 好 继续看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五个和第六个变害啊 事故 装装混定土 夹杂以及断装的现象啊 什么是夹杂 什么是断装啊 这是一根装 跟中间是蛇了 就是断装 什么是夹杂呀 本来我们这根装当中都是混定土 你这个参半进去了我们的这个沉积沙 或者悬浮沙利 这就是夹杂啊 那么来看原因 来看措施啊 原因呢 有四点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呀 你灌注手把要混定土时 出锅量不够 这段情况下 我们是要求导管底部距离混定土 上车表面呢 绑在一米以上 对不对 你如果这个间距太小的情况下 僵液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接缝的位置 就会造成夹杂 夹杂越积的 越积累越多的情况下呢 就会造成断装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啊 这个灌注混定土过程当中 抽拔铁管 速度过快啊 导致什么 你导管拔出混定土上车表面 你拔出来之后 上面有混定土 下面有混定土 中间是浆液 进入到我们的缝隙当中 会形成什么呀 断装的现象啊 就跟混定土什么呀 你下面混定土 已经硬化了 上面混定土再浇的时候 中间有缝隙 缝隙进入到了 这个缝隙呢 进入了水泥浆 进入到我们这个棚土浆 那么它会形成分层 就会造成夹杂 以及断装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要控制拔管的速度 不得拔什么呀 导管拔出混定土面 其次呢 我们这里要求的是我们的灌注过程当中 导管底部居留混定土上车表一边的 每次在2到6米的一个范围啊 以这个范围去确定我们拔管的速度 第三个原因注意啊 就是由于我们混定土 粗凝和中凝时间太短了 当你混定土假如上升到这个位置啊 你上边粗凝中凝时间短的情况下 它会结断成块硬化 你下部还处于流动状态啊 那么是不是中间接缝的位置会形成施工缝了 对吧 你上面已经硬了呀 下面还处于流动状态 中间不就施工缝吗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江叶是无孔不入的 它会进入到这个缝隙当中 从而会造成断装啊 那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由于我们啊 这个江叶当中 我指的是盘土江叶当中的悬浮沙利过多 那么悬浮沙利过多 注意它呢会回沉到哪呢 回沉到我们混定土的表面 当我们后期灌注时 加快关注速度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呢 这个混定土会冲破我们的沙灯表面 从而呢造成四周夹杂的啊 这个悬浮沙利的现象啊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啊 悬浮沙利过多有可能造成夹杂的现象啊 这呢是它的四个原因啊 理解去记啊 你死硬碑肯定是记不住的 再来看一下第六个啊 就是装点混凝土 它呢墙度不够 或者说密实度不够啊 它的原因以及具体的处理措施 那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装点混凝土 强度不达标呢 原因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悬浮沙利过多啊 回沉到混凝土的这个上层表面 影响到了它的配合比 所以呢会降低它的强度 所以呢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灌的时候要超过一定高度 超过多少啊 高你了 8米到1米 因为这个位置呢 它的混凝土呢 配合比不符合要求 所以呢 后期呢 需要给它剃到调 以保证啊 底部的混凝土 它的配合比呢 达标 那么具备足够的看压强度 所以呢 这是它的具体的处理方式和原因啊 所以怎么办呢 超贯 超高贯 超高贯多少呢 半米到1米啊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由于我们的混凝土 它的浮浆太多 那么 有经验的线员啊 现场如果要是测定我们的砖了 注入了它的强度 一般怎么去测呢 可以拿回弹仪去弹 那么如果你要是啊 像注的表面浮浆啊 这个太多的情况下呢 有经验的实验员呢 都会拿一个 撒块给打磨一下 使些露出骨料 然后呢 再拿回弹仪去回弹 强度可以迅速提高啊 你要是不打磨 你回弹到我们的浮浆的表面 强度就会啊 很低 那么 就是由于你浮浆多了 会降低它的强度啊 那么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可以调整配合比 多使用出骨料啊 可以看到增大我们的碎石的含量 减少装顶的浮浆 从而呢 增加表面的强度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点啊 混凝土灌入过程当中中断 那一旦中断了怎么办呢 它分为两种形式啊 呃 它分为了刚开始灌不久 还是灌入过程当中了啊 如果你要是刚开灌不久 中途中断怎么办 所以所有全部重做啊 所有全部重新来 拔起导管 提起钢筋笼 然后呢重新藏孔 重新撞孔 重新下半个 那种重新关注混凝土 所有的呢 全部重新来 如果你要是关注过程当中啊 假如你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钳制要求和条件 就是我们已经灌了 一多半或一半的混凝土呢 要求它必须是 没完全凝固 在它出凝之前 注意 我们要把导管 以及漏斗 都给它提出来 然后呢 重新把漏斗和导管呢 进行清洗 然后按照出关的方式 下一个 隔壁球 重新灌入混凝土 当隔壁球 马上从底部 出来的时候 马上啊 一出来 立即把这个 导管呢 插入 为 这个凝固的 混凝土当中啊 就是 必须这个底部混凝土啊 没有结断成块 没有这个出凝 在出凝之前 插入到我们底部混凝土当中 继续关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分这两种方式去处理啊 再来说一下 假如我们观众混凝土当中啊 观众混凝土过程当中 一旦 卡管了 混凝土出不来 怎么去操作呀 有没有知道的 灌混凝土的时候 一旦 毒管了 卡管了 混凝土出不来 怎么办 有没有知道的 公平回答一下啊 一旦 毒管了 卡管了 怎么办 灌的过程当中 没人回答呢 咋 灌混凝土过程当中 一旦毒管了 混凝土出不来 怎么办啊 不会 对啊 震动 你看啊 有人懂啊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先抖动 摇晃啊 摇晃掉成 抖动 谁还不行 就震动啊 放一个复凿式震动器啊 给它震出来 来看18年考题 选什么 现场你没看过吗 就是有些情况下 这个混凝土流的慢 人去来回晃 推 是什么呀 装孔 灌度装 此类成为中风爱言 应该采用什么 判定界面啊 判定严惩界面啊 钻头重量有吗 没有啊 地资资料肯定要有啊 钻头大小没有啊 钻杆的导动情况 这个肯定要有 现场捞炸权 这肯定有啊 所以呢 选什么呀 BDE吧 BDE啊 BDE 看10年考题 选什么 钻孔 关注装 他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他孔啊 他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什么呀 地层复杂有没有啊 肯定有啊 土的条件不好 对不对 地层复杂 B 钻孔时进手过快 有没有啊 你速度快 容易踏孔啊 扰动大呀 C 孔壁泥浆性能差 没问题 对不对 泥浆 干嘛在护壁的 你绒动小啊 然后呢 粘度差 肯定会 什么呀 踏孔 对不对 然后呢 层孔后没有及时灌注 有啊 应该是层孔之后立即灌啊 不然呢 你这个一封化 土都干了 容易踏孔 孔底参加过后 跟他没关系啊 ABCD 对吧 好 到这儿呢 就基本啊 把这个位置的点呢 讲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装机施工安全措施啊 装基础的施工安全措施啊 来看一下 当中的是三个遮点 第一个呢 是避免装机施工对地下管线的破坏 第二呢 是沉入装施工的安全控制要点 第三个呢 是装孔灌注装施工安全控制要点啊 那么这些呢 往往呢 会以案例的改错了 补充了 以及选择体的形式来考核 首先先来说一下第一个 避免装机施工对地下管线的破坏 装机施工时啊 如果要是装机的周围的地下管线的情况下呢 它容易造成管线的破坏 那么怎么去避免呢 来看一下 开工之前应该采取相对应相对应的安全措施 首先呢 我们需要调查颜勘 勘查什么呢 周围的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 还有就是我们的周围的管线电缆 刚才掉线了是吧 刚才掉线了啊 刚才掉线了 稍等啊 抱歉啊 刚才掉线了 刚才应该是一下没电了 突然一下没电了啊 灯都灭了 你吓我一跳啊 刚才突然灯灭了啊 灭了一下 散灭了一下 灯散灭了一下 然后我这边 因为我连的WiFi嘛 然后现在是 接的那个手机的热点啊 没问题 现在没有问题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求个一啊 谢谢大家 好的 刚才抱歉啊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啊 重说 来看一下 避免装机施工 对地下管线的破坏 因为你装机施工时 打装时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 呃 沉入装 你周围一定要避开我们的管道 不能直接打装时 把管打断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调查详刊 看一些资料 然后呢 来避开管线 那么可以看到通过调查详刊 掌握装机施工时 对各类管线的一些资料 那么这里面呢 要包含了的是我们的 给水的啊 污水的排水的 以及电力的电信的煤气的热力的 各类管线 他的资料啊 带我看 以及呢 要掌握我们施工过程当中 距离我们的管线的距离啊 要有一段距离的限制 其次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管道 装机施工之前 要对管道进行保护 怎么去保护呢 拆改挪移 记住这几个字啊 拆改挪移 那么一般的有些情况下 像热力 像这个电力的啊 等等啊 电缆等等 你是可以局部的进行架空的啊 或者是说一些热力管道 也是可以进行架空的啊 那么有一些管道 如果不能架空 那么就需要埋地辐射 如果埋地辐射 必须进行保护 要加什么呀 要加我们的套管啊 其次就是要对我们的管道的周围 施工时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啊 例如我们拉警示带啊 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以及安全警示标语都要有 其次要专人去职守啊 所以呢 来看一下第三点 现场的准确标识 以便装位避开管线 施工过程当中要进行监测工作 那么这些点 注意 他有可能考案立体 是有可能来考的啊 来看一下第二个支点啊 便是沉入装施工安全控制的要点 来看一下装的制作啊 这里面有钢装 有混凝土装啊 分别看 先来看一下混凝土装 对于混凝土装 我们呢 制作完之后 肯定是需要进行起雕 以及移运的 那么对于混凝土装而言呢 他要有吊环 进行后续的起雕作用啊 为了后续的起雕呢 来进行埋涉的和肤色的 那么对于这个吊环要求要使用的是未经冷拉的HPB300热扎光源钢筋来制作 一般都是光源钢筋啊 那么注意 他是属于什么 一级筋 对不对 必须未经冷拉 因为你一冷拉会变细变脆 那么严禁用其他的钢筋来替代啊 再来说钢筋要求 钢筋呢 要采取防止腐蚀污染的措施 怎么啊 就是库内存放或者是啊 通过踩点布啊 给他蒙住啊 防止雨露侵蚀 而且呢 堆放时不得直接堆放在地表 他容易反潮造成袖石 一般的需要通过焊一个架子 给他堆放在架子之上啊 那么要求堆放时 整魁马放钢筋的高度呢 不得超过多少啊 两米 三魁不得超过一米二 曾经这个数字呢 考核过啊 考的是选择题 那么像我们的钢筋网片 钢筋龙以及钢筋骨架等等堆放时 要求是水平的 不得素质堆放 为什么啊 因为钢 它是柔性结构 柔性的啊 非常容易变形 所以呢 都是水平堆放 那么堆放时 马放高度不超过两米 马放层数 不得超过三层啊 两个数有个叶线就行了 好 下面那么来说一下钢装啊 刚才说的是混凝土装 现在呢 来说钢装啊 在露天场地应防雨防雪 周围呢 应该设置防护栏杆 非施工作人员呢 严禁入内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其次呢 来说一下钢装 它的切割 以及焊接啊 呃 切割焊接呢 都必须按照消防部门的规定 配备消防器材 看一下啊 现场都要有啊 那么我们的焊接以及切割时呢 十米范围内呢 是不得堆放 毅然一爆的物品的 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其次操作者就是我们的汉工 对不对 那么他是属于什么呀 特种设备 特种作业人员 那么要持证上岗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需要进行培训 考核 考核 合格之后 方可持证上岗啊 第四点很重要 阿力提可考 那么对于我们的汉工来说 要具备以下的保护措施 要有 带有绿光镜的头罩啊 带有绿光镜的头罩 要有防护的面罩 要有防护的手套 要防护服 要有绝缘防护鞋 要有护目镜 护目镜并不是焊接过程当中戴的啊 因为焊接过程当中 你都要带有一个绿光镜啊 防止刺眼嘛 这个护目镜干嘛的呀 是你焊完之后 在你的这个焊道的表面会形成一层包皮啊 后期呢 需要通过这个小锤 把这个焊渣的凿除 防止绷建到眼睛 所以呢 你要戴一个护目镜 那么像我们的一些钢装来说 还需要进行防防护处理啊 那么就需要涂一些漆料 那么这些漆料呢 都是有毒的 所以呢 要求场地内必须通风啊 要有通风的措施 好 那么装制作完之后呢 就需要进行雕装以及移运了 那么来看一下装的雕运 以及堆放的要求 那么注意对于我们的钢装来说 雕装应有具有雕装的施工经验的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的人员来主持啊 施工技术人员来主持 不是负责人啊 干涉口误了 施工技术人员来主持啊 那么雕装作业必须由信号工来指挥啊 雕装作业时由信号工 一般的像我们雕装东西都是什么呀 塔师塔雕师机 配合着我们的信号工来进行完成的 对不对 他都是拿 以前都拿小琴啊 现在也是拿手台 对吧 以控制他的精度啊 雕装使的精度 那么这是钢装 再来说一下混凝土砖啊 对于装作混凝土砖来说 什么时候可以起雕呢 注意啊 有设计强度要求是按照设计强度走 无设计强度要求是呢 按照我们装生混凝土强度 百分之七十五来走 就是有设计强度 按照设计强度去走 没有设计强度 就是要 装的混凝土的强度达到我们的标号的强度的百分之七五之后 方可进行起雕以及移运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混凝土装来说 注意啊 你堆放时 对不对 这一层 这一层 假如三层 这个位置可能是要放垫幕的 对吧 那么这呢 就是它的支点 对不对 就是支点 那么它的支点 跟它的起雕点 起雕时 这是它的起雕点 对不对 是一致的啊 在一条直线上的 而且我们堆放时 注意 它要上下对齐 垫幕也是一样 垫幕也是上下对齐 它要有一定的空间 方便我们是穿钢丝绳 以及擦车擦进去啊 再来说一下 堆放层数的要求 那么对于我们的混凝土装 堆放的层数呢 不到超过四层 钢装的堆放层数呢 是不得超过三层的啊 要求防变形 防轨动啊 这是混凝土装 好 来看一下16年考题 16年考题 是什么 那不是数平马放啊 是水平啊 水平马放 加工层形的这个钢尖龙啊 水平马放 不计超过几层啊 三层两米 这么去记啊 16年考题啊 16年考题 三层两米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热点啊 便是撞孔灌注装施工安全 控制措施的要点啊 撞孔灌注装 它的一个安全控制要点 啊 我们藏孔之前 注意啊 对于场地是有要求的 那么这里面呢 分析三种场地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汉地啊 就是 完全是土字地表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潜水区 看这就是潜水区啊 潜水区你要有个作业平台啊 另外一个呢 是深水区 深水区啊 深水区呢 你同样要取上作业平台啊 那么分别看 对于汉地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土地嘛 或者说就是地表嘛 那么只需要对地表进行整平 清理 压实 夯实 就可以了 保证地表坚实平整即可 而对于潜水地区呢 那么为了让它形成一个作业空间啊 作业平台 那么要通过助导法的形式 以提供一个我们的作业平台 而对于深水区 看这是深水区啊 那么怎么办 我们要搭一个水上作业平台 那么这个水上的平台是怎么搭的呢 对 它是通过钢管 一般是钢管装 配合着我们的行钢 进行拼焊 形成框架结构 网架结构 然后上边呢 通过人字板来焊接 形成水上作业平台 这个点呢 曾经阿力提考核过 考的是阿力提 而且是考的图片 很重要啊 那么对于水上作业平台 要求要高于施工期间的最高水位 700毫米以上 这个点很重要 有可能可计算了 700毫米啊 水上作业平台一定要高出施工期间 最高水位700毫米上啊 将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钻孔施工啊 钻孔的施工 那么来看一下施工要求 不得在高压线以下来施工层孔 施工现场附近有电力架空的线路的时候 施工中应是有专人去监护啊 确认钻机的安全距离 那么这个安全距离 主要呢 是根据电压的等级来去确定的 那么电压等级呢 有千一千伏以下的 一千伏到十千伏的 以及35到110千伏的 一千一伏以下呢 要求我们钻机跟缆线的安全距离是四米啊 至少四米 一到十千伏是六米 35到110千伏呢 是八米的啊 那么钻机操作人员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孔的人员啊 也是要求持证上岗啊 严近远的靠近或触摸转杆 那么钻机悬空时 严近下方有人 像这个呢 都是属于常识性问题 他一般考怎么考啊 防网的是放在选择题当中 以判断证物的形式来考核理啊 那其次我们来说 第六条啊 就是成孔时的要求 那么钻孔成孔时 它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跳蛙啊 间隔成孔 先开挖 一下方钻金龙交入混凝土 开挖二 下方钻金龙交入混凝土 然后三 然后四 四啊 这呢 就是跳蛙成孔啊 间隔成孔 为什么去做 这么去做 其实刚才讲 记者部分已经讲过了 防止什么呀 开挖万一 下方钻龙交入混凝土 混凝土有吹压力 你这个时候开挖三 就会造成孔壁的坍塌 对不对 三的孔壁坍塌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呢 就是什么呀 顺序成孔 顺序做砖 那么这有钳子要求 如果相邻庄 净距小于五米时 只有当我们低根庄 施工完之后 且低根庄的混凝土 达到五招帕之后 方可开挖三 再下方钻金龙 再加入混凝土 三的混凝土 达到五招帕之后 再做二啊 开挖二 这么去 顺序成孔 顺序成孔 顺序成装的啊 再来我们来说一下 钢筋龙的制作 以及安装啊 那钢筋龙 长度较大 影响启动 吊动安全时 要求呢 对钢筋龙呢 需要分段来制作加工啊 因为你一根 装长 有可能达到好几十米 也不可能 这个好几十米的钢筋龙 你都给它布置好了 或做好了 然后呢 一起下吊 不可能 都是钢筋龙呢 分段字 然后呢 分段 下吊到我们的 孔洞当中 然后呢 后续来进行 接藏的啊 那么分段 是做钢筋龙 入孔后呢 进行塑像的焊接 看这是塑像焊接啊 手段进去之后 然后把它担到 我们的互统之上 或者是说一个啊 这个能有 承载能力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再起掉第二根 钢筋龙 然后呢 再进行对应的焊接啊 那么要求呢 启动机不得再 吊钩以及松吊绳 演进操作工呢 离开建设室啊 股价刊接完之后 验收合合之后呢 方可栽钩松绳啊 来看最后一个混凝土的贯注 我们也承完孔了 也先问完钢筋龙了 是不是最后就需要浇混凝土了呀 浇铜了 对不对 就是铜啊 铜交度就是混凝土的交注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要求 交注作业时 必须呢 要有作业的组长呢 来经常指挥 最一样 组长去指挥 交注之前 作业组长呢 应该检查各项的准备工作 确认合合之后呢 方可这个发布交注的指令 了解即可 可以看到 这是钢筋龙的焊接 对不对 给他接藏呢 来看一下这条题选什么 什么时候摘钩松绳呀 都是有要求的 这是安全的位置啊 质量和安全基本每年都会考核到啊 但是他考的点比较散啊 混凝土装支点应与掉点在一条纸线上 堆放时应上下对准啊 堆放层数比超过几层 钢装堆放支点应布置合理 防止变形 并采取防滚动措施 堆放层数不得超过几层啊 我们说混凝土装不得超过几层啊 四层 钢装不得超过几层啊 三层 这谁啊 B吧 来看这条题选什么 钢筋码放时啊 整捆 散捆 不得超过多少多少高度啊 整捆码放不得超过几米 散捆码放不得超过多少 整捆不得超过两米 散捆不得超过一米二 刚才说了对不对 要图片去展示对不对 所以整捆是两米吧 散捆一米二 谁选谁啊 选C选项啊 好 那么这呢便是我们本集的小集啊 好 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全部讲完啊 还有三分钟啊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简单进一个答案仪啊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吗 不非得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我们课程内容的啊 还有就是平时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学习的方式 学习的技巧啊 都可以问啊 听几遍能顺利过关啊 你将意见来说啊 至少听三遍啊 最少听三遍啊 对于什么呢 就是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施政这个科目的啊 至少是三遍 而且京奖是三遍 还需要配合着后期的一些强化了 案例的这种案例的 专门阿利摩块的这个班型 今天第一天呢 但是意见好在时间还好啊 五月份 而且今年是往后延了 对吧 在那九月份的话 现在五月份就很紧了啊 对是 施政就这样 一个呢 施政他难在哪呢 第一个是内容多杂啊 记的东西多 第二个难点是什么啊 他灵活 你看一下真题 你就能看得出来啊 他考的东西绝对不是就像 这么指给的 是需要你分析的 需要你识图的 需要你去思考的 之后呢 你才能进行作答 他是需要你思考之后 分析之后 结合着你的知识储备 进行总结归纳 然后进行书写的 这呢是啊 正常我们施政的一个考核的方式 以及你答题思考的方式啊 有点跟不上 跟不上的情况下呢 就是你要看一下回放啊 看一下回放啊 回放的话呢 你可以减减慢一点速度 啊 这第四遍了是吗 正常的啊 也是正常的 对啊 今年不是延期了吗 17年到去年 真题 今年还好 你说的是 之前考到过的真题 今年还会不会考是吗 注意啊 他不会考 他绝对不会考 有可能十年之前的真题 他都不会考 但是他有影子 他考的是考点 考点一样 但是他一定要变换一下方式去考 他一定要 以不同的图子去展示 以不同的问答的方式去展示 不会啊 原封不动的啊 扒以前的题不可能啊 注意啊 听课的目的是理解 那么在第三遍之后呢 注意 你听的过程当中就不单单要理解了 你要去记了 因为 我们这个是B站考试 且 它是什么呀 就是 硬式的考试 所以呢 你要把东西能记住 你记不住 你光能理解都能看得懂 但是你说解不出来也不行 所以呢 我们试证来说 就是你要先懂 因为你不懂你题 你看不明白 你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讲的是啥 就是你啥东西啊 你不知道 其次 你叫背 因为他是B站考试 他不要你翻书啊 即使你让你翻书 你想就那几个小时 你能翻得过来吗 你也翻不过来 所以你要把它记住 那么记的话呢 他有一个方式 嗯 因为我也是这么多年 一个是培训 第二个就是 我看我考 应该是十年前了 第一个那个时候 可能相对来说啊 他不像现在这么灵活 再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时候教材来说 应该比现在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呢 都是大差不差 嗯 也是需要记很多很多的东西 而且他考的好多东西 是额外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一个记忆方式呢 就是适当的点 你可以啊 像有些老师编一些口诀 但是呢 我也感觉到了 就是你口诀多 有可能把自己都绕进去了 它是另一种增加了你的记忆负担 口诀只适用什么呢 就是条目非常多 然后呢 你不通过口诀 你这些条目 你都捋不下来的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记一些口诀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场景性问题啊 施工的流程 这种呢 我建议大家是通过图片 或者是你要干个工程的情况下呢 你通过你自身的一个反馈 跟森林其境的感觉 你去做 例如我们施工时 对不对 你要打电层 就让我们的这个管道开槽 你需要先这个放线测量 确定平面位置 开挖 开挖基底之后 你要做电层 然后呢 你要买管 排管 然后 对不对 土方回天 像刚才我省略了这个 设置目称 知色 防止管道移动等等 所以呢 你要是按照你的施工的工序的流程去走 这样呢 你就不会打跑片了啊 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啥其他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下课了啊 没问题下课了啊 嗯 就会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没问题下课